大家好 欢迎收听《望向变车报》的节目 今节就想回来和大家讲一下美国的话题 最近美国国务院看来又再蠢蠢欲动想制裁一些中国官员 今次用什么理由呢? 据说今次又借西藏来到制造话题 美国国务院在美国的时间刚刚过去的星期二表示 由于有些中国官员进行强行同化藏族青年行为 所以才有这样的需要要对中国的官员进行制裁感话 实际内容又是怎样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红编辑部、证据部和晒冷气 那就到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了 据美国国务院指责 中国政府强迫多达过百万的藏族儿童 要去到寄宿学校到学习的 更加表示有些中国官员会对他们实施签证限制的 而国务院布林肯更加说 这些强制政策 其实就是试图将藏族的年轻一代 消除西藏的独特文化 消除他们的语言 以及宗教传统 很明显的就是 美国又借题发挥 又是继续散播过往、散播过的谣言 好了 接着中国的驻华盛顿大使馆 也对此发表过看法 根据大使馆的发言人就说 你们一切都是抹黑 更加冻促 美国不要再干涉中国的主权 而且这名发言人更加解释 藏族的小朋友要集中送到寄宿学校 主要的原因 你们少数民族上学是很困难的 大家都住得很分散 如果每次要他们长途不涉地 如果这样从家和学校经常往来的话 当然很不方便 原来回寄宿学校 就是要抹杀西藏的独特文化语言和宗教传统 可以看到 美国国务院又在製造话题 据说 不停借题发挥 而且这个理由也是大同小异的 过往美国国务院也曾经以同样的理由 指责中国对待维吾尔族 有这样的做法 而后来又真的对某些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不过这些制裁就不痛不痒 因为他们所制裁的中国官员 成小人都不会去美国 更加不会在美国有资产 那制裁来为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没意思 不过就成功地制造一些话题出来 事实上 不停地在炒作这些无谓的争论 他们是刻意地将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变得更差 不单止是这样 美国还经常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 来对指责中国 而这种做法更加给到中美之间的商业活动之上 多了一层政治的影响 而在特朗普执政的晚期的时候 那时候的美国就开始对中国描绘成一个种族灭绝的国家 声称中国在抹杀维吾尔人的民族特性 当然这些说法全部都是只去忽有的 如果要说到种族灭绝 灭绝民族文化 美国真是排第一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简单一点 其实只需要看一看 美国如何对待美洲的原住民就知道了 在美国对待美洲原住民的历史 很多都涉及土地剝夺 暴力 歧视 等等的不公平待遇 自19世纪以来 美国总统杰克逊就签署了 印第安人迁移法案 这项法案就要求东部的原住民全部迁满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 而迁移过程之中更加是导致大量的印第安人移民过程之中死亡 另外美国政府更加将这些原住民安置在一些很贫值的土地上面 而肥沃的传统的居住地方就立它成为保留地 又或者将这些肥沃的土地画给其他的白人来进行耕作 好了 到了20世纪 美国政府建立了很多印第安的寄宿学校 通过教育来到统化原住民 因而搞到很多孩子要被逼离开家庭 以及强迫印第安人一定要学习英文 以及禁止他们讲武语 从而令到一代一代的忘记了他们过往的传统 美国真的做过这些东西 但是细古不到去到21世纪 美国就用同样的理由来指责中国 在中国西藏地方 以及新疆的地方 这些小组民族 有不少的都住得很分散 寄宿学校就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令到小朋友更加容易去获得知识 还有一件事就是 传统文化仍然都会在学校里面教授 所以美国指责中国政府抹杀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一点 又是只去护游的 你看看美国自己 现在剩下多少印第安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 最多就是在旅游区里扮演猴子气 表演给游客看 但是中国就不同了 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有制度地保留的 例如内蒙古 学校也有教授蒙古的传统书写语言 在西藏、新疆也是一样的 至于其他唱歌、舞蹈等等的文化 也都有在学校里面教导的 从而也可以一代全一代维持下去 但是有不少的美国人自己都没去过西藏 就指责中国政府 以前美国政府做过的事 以己度人这种性格 真是非常可乎 拜登政府上台后 也多次拿新疆来做话题 指责新疆有强迫劳动的问题 例如棉花、番茄等 以及在新疆所生产的高科技产品 都受到美国的制裁 我连种番茄都要制裁 这个国家的人 可想而知是多么愚蠢 以及那些政客是多么可乎 最后也都切切实实地 将新疆的一些实体 以及个人实施制裁 不过这些制裁措施 也是不痛不痒的 志在就是 争取一个政治上的道德高地 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措施 同时也很喜欢配合不同的西方媒体 制造大量的假新闻 要知道西藏在过去的日子一直以来 都能够维持着高速的发展 经济起飞 当地人民生活越来越腐足 同时间 当地的文化也都获得广泛的保留下来 相比起 美国的印第安人 简直就是差天共地 但现在竟然倒转来指责中国 对西藏人文化灭绝 其实就好像一个经常偷野的惯犯 指责另一个人盗涉 你说这些是不是可笑至极呢 美国政府指责多达过百万年轻人 被强迫同化 因为这些年轻人都需要接受强迫教育 这个教育是义务性质的 是必须要履行的 如果不接受教育 你连字都不懂 那是不是要永远地生活在一个落后的状况呢 所以美国政府的指责 根本不是基于事实 完完全全就是基于一个抹黑 回到学校 当然不只是学习西藏的传统文化那么简单 当然也需要学习其他的知识 当中也包括中国的文化 在学校有课堂也用普通话上课 但你自己看看美国的印第安人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是否用英文 有哪一家学校是用印第安画上课的 在美国没有的 在美国国务院的会议里面 也引述了一些 据说就是来自藏族的人士 这些藏族的人士 我就很想质问他们 究竟他们有没有在西藏居住过呢 可能也是来自印度的达兰撒拉的藏族人士 他们可能成世人回过西藏 但就说到自己很了解西藏一样 更加讲到似层层 还邀请他们去到美国 来对讲及他们的看法 不过这些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棋子 美国就借这些人 来对作出政治炒作 还有一个人 就是这个李刹基尔这个人 很多年前这个人 就变得很迷信 很信这个达拉拉玛 正因为李刹基尔这个人 也长期以来抹黑中国 抹黑西藏 他自己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踏足过中国 但是他就可以懂得指责中国 尝试去拔除西藏的文化 西藏的母语 你说这些人是多么可笑呢 我自己认为 其实中国又可不可以制裁一些 个别的美国官员 指责他们怎么去种族灭绝 印第安人 不知道是否可以 当然了 美国做些这么傻瓜的事 我认为中国又不必要 和他一样这么傻 反正这些制裁都是不痛不痒 都不知道做来为什么 将国务院搞成一个 上演猴子戏的舞台 长期这样的做法 最后就只会令到 美国的认受性变得越来越差 我认为这些都是够有自取的 利用一些不真实的理由 配上一大班说大话的政客 来欺骗世人 直指来团结他们自己的政治盟友 甚至乎瞒骗美国的国民 搞到很多人以为 西藏、新疆这些地方 好像是处于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 还有就是美国也养着很多 一些所谓自愿团体 例如在这场在国务院的会议 更加是引述了 竟然是来自美国波士顿地区的一个 藏人组织 叫做西藏行动研究所 而这个组织也有人 有份来去赞写这份所谓的荡人报告 当众还说到中国政府 对一个四岁的儿童 作出脅迫 逼这个孩子参加一些官方活动 那你又会不会相信呢? 好了,今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